6点21分大家早安 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 首先我们看到台北市目前的即时影像 感觉上呢 这个公路上今天车数是蛮少的 除了时间还很早以外呢 当然现在防疫期间 大家还是尽量乖乖待在家里头 没有事情就不要外出 那么今天如果真的你有很要紧的事情 一定要出门的话呢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天气了 台北市外头呢 目前是26度 今天有一点降雨的几率20% 所以呢特别是午后 如果你要出门的话呢 记得雨具先备妥了 有可能要下雨了 好接着透过卫星运图来看到 全台各地的天气 由于呢现在这个封面呢 还是接近台湾北部海面 所以呢在北部地区啦 跟东北部地区今天会有局部的 短暂震雨或是雷雨 中南部地区呢 仍然是维持多云时期的一个天气形态 想要下雨几乎是不太可能 但是呢比较明显的降雨 刚刚有提到了就是在午后的时候 各地的山区 北部啦中南部的山区 有可能出现这个局部的短暂雷震雨 所以如果今天你有要紧事要前往山区的话 要特别留意了 开车行车也要小心降雨的状况 那么在这个东半部地区呢 今天更要留意 因为呢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 也提醒东半部地区的这个观众朋友 今天出门要记得雨具备妥 天气的部分啊仍然是高温炎热 尤其呢中南部的高温 普遍呢飙迫35度提醒大家了 那么还有北部跟东半部呢 大约高温也是在30度到33度左右 其中台中以南啊 接近这些山区啦河谷地区 甚至呢会达到36度以上啊 南部地区更有可能来到38度 所以如果今天要在户外呢 有工作的话 在大太阳底下工作 请多多补充水分也要注意防晒了 讲到下雨 透过这个定浪降水图来看到 今天整个降雨的区域 白天上半天呢 其实主要很明显都可以看到这个雨势 都集中在这个东北部地区啦 像是基隆宜兰 以及整个东半部地区 甚至有些地方呢 在东部地区可以看得出来哦 雨量是蛮大的 所以提醒大家 今天这个降雨的部分 在东半部地区特别明显 午后呢 各地山区也会出现一些零星的雨 也要提醒大家要留意降雨的状况 不过到了晚间呢 这个降雨会渐渐的缓和下来 只会在这个降雨比较明显的范围呢 就剩下东部 这个大概是台东地区的地方 会有一些降雨哦 所以提醒大家 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在东部地区 好那么接着来看到下一张图 今天呢 要特别留意的 仍然是这个最近还是很高温哦 高温资讯器上 只要提醒大家了 亮起红色灯号的地方在哪里呢 今天是台南高雄要留意了 因为有可能 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可能 那么橙色灯号的区域有哪一些呢 蛮多的都分布在这个中南部地区 像是台中啦 彰化 南投 嘉义的县市 以及屏东县 今天都要特别留意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紫外县 也要特别的关注了 因为防晒工作没有做好就会晒伤 北台湾的部分呢 像是这个 基隆啦 宜兰地区都是有高量级 其他地区的中南部今天 红色的都是8到10级 过量级 提醒大家呢 今天大概10点钟到下午2点钟 这段时间呢 接近中午的时刻 中午前后呢 如果有事一定要外出 而且呢 或是你有在户外工作的话 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工作 小心不要晒伤了 而且要多多补充水分 接下来天气要来关注到的是 今天主要还是受到这个封面接近的影响 所以雨呢 主要还是会下在这个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还有整个东半部地区 刚刚也看到了 5号的降雨呢 在山区也会有一些雨势 要特别留意 那么像明天呢 这个周末假期 封面会渐渐地北移 所以接下来呢 水气就会减少了 雨量当然也会少一些 不过要注意的一个时间点 下个礼拜二 因为封面又要接近 所以会影响 水气又会增加了 有可能中南部也会下雨 可以看到 所以很希望呢这个下个礼拜 封面接近了 可以为我们这个干枯的水库呢 带来一些紧张 好最后关键资料来看到了 今天主要呢 在这个北部东南部地区 还是会有一点雨 所以有时要外出 记得带伞 另外呢就是高温炎热的部分呢 今天很多地方都会飙迫30度 尤其是南部呢 超过35度 甚至来到38度 所以记得要多喝水 以防中暑 也提醒大家防晒工作 一定要做好 就是这一节最新的气象资讯 提供给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